直接来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每次上课的这个影片 我都会把它贴到那个论坛里面 所以你们回去的话 理论上应该有加入的话 应该都会收到 那除非说有一些可能是外部的这个学习者 但如果有在里面 但没有把你加进来 你再跟我讲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的重点大概讲了几个 当然上一次上课的主要内容 主要我们是大概第五个单元 资料的查询 然后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Sail里面的筛选功能 那其实筛选的话 当然以前我们是利用 用滑鼠去点那个筛选的按键 然后再用滑鼠去点相关的设定 那也就是你如果每一次都要做 一些筛选动作的话 可能里面的业务人员非常的多 或者产品非常多 或者客户非常多 那你可能每一次都要利用那个图法链刚刚好 就重来一次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需要做大量的分割工作表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什么 把筛选功能结合VBA来用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很快的帮你把你需要 应该算是分割出来的资料 快速就帮你把它放到 你想要放的那个工作表里面 那当然这地方有我们主要有分成就是你可以是批示的 就是说你可能有个清单 比如说业务人员 假如有六个他就跑一个回圈 基本上就自动帮你批示的分割出来 OK 然后另外的话你也可以单次的 比如说你要查哪一个 你也可以把下一个条件利用那个input box 下一个条件他也可以帮我把那一个人 比如小咪 他的那个工作表就帮我塞远出来 当然里面我也有讲到有关排序 排序部分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哪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序子1点range 哪一个范围点sort就可以了 sort后面给三个条件 应该还有印象吧 第一个是你的哪一个栏位 Range A1就A栏 Range B1就B栏 OK 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你是递增还递减 最后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栏位名称 OK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的云端 白板里面其实都有放 所以如果你有些地方假如遗漏的话 回去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那个城市码部分 这边其实都有上个礼拜完整的这个城市 包含从P市筛选一直到单次筛选 一直到底下房呆等等的 应该都 我想应该都还蛮详细的 再来就是多个条件的筛选 OK比如说介余嘛 然后其他的相关的城市都在这边 那排序的话在这边 排序 其实就是 那里面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功能 我有讲过就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叫做Current Ratio Current Ratio其实就等同你把那个范围整个选举起来 那我们其实只要把游标放在其中 那个范围里面其中一个储存的不一定是A1 OK只要是那个范围里面 你放在B1也可以 C1它会自动去追踪 就是你游标放的位置 它延伸出去的连续范围 OK所以里面如果说有那个什么了 没资料那当然不算 如果比如说中间断一列或断一栏 那就不算一个范围了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Ion Current Ratio 就可以把那个范围给选起来之后 后面再加一个点Source的方法 给三个条件 一个是K1 K1的话就是你第一个要按照哪一栏 然后O1的话就是 1的话就是地增 地增一个地减 OK然后再来的话黑的这个有没有 那个上面有没有栏位的名称 不过它会有一个Yes或No 然后有个Gase 不过我是没有用过Gase Gase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有就有Yes 没有就No OK 基本上它就帮我排序了 所以这个地方顺便也再讲一个 其实你会发现用VBA来做的好处就是 以前你可能要 比如说你要排序很多个工作表 那你其实不用了 如果说你用VBA的话 一次就全部通通帮你排序完成了 所以以后要自动化做报表 基本上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就是你要把这些全部都串联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分成很多的单元 那最后你可以自己把它串接在一起 其他的话在我们就是后面还有讲一个 所谓的那个 实价登录的范例 实价登录范例其实 当然也不只是实价登录 网路上其实有非常多类似这种开放资料 你们可以在网路上找到 那我们主要是利用它做什么 做一些查询的动作 等于有点像复习 之前讲的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按照区 哪些区 先给个清单 然后帮我全部做一个什么的 批次的分割 OK 按下去 它自动就帮我全部分割完毕 然后把它删除 要恢复了 批次的话就按照大同区到北头区 大同区到北头区 自动就帮我去 那其实这个程式 理论上我没改什么 其实把之前的程式 贴过来改一点小地方而已 另外的话还有看你要哪一条路 门牌 比如说它这个关键字 关键字我讲过 里面的话记得 要加一个星号 STAR 等于星号 然后在X变数的前后都要加星号 不管说前面出现的关键字 以后面关键字 中间会帮你取得你要的字 然后总价等等 这个我想是上礼拜讲的重点 不过其实这都还蛮花时间 所以回去的话我是建议 可以把这部分的细节部分 再把它做过 另外再去找其他的范例 多做几遍 像这种东西 要把它学好 其实好像没别的诀窍 就多用 OK 然后你就把它熟练 以后在工作上就很快 可以驾轻就熟 可以马上做出来结果 另外当然如果我今天希望筛选 这个筛选部分的话 我们之前是利用筛选功能 这边有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其实将来分割工作表 你要把资料分割开来的话 除了在Excel里面有筛选功能之外 其实我在云端上也有放一个补充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用筛选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 我先把这些先删除 删掉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在那个 蛮好用的 插入里面有一个枢纽分析表 其实如果你要分割资料的话 除了用筛选功能之外 其实分割那个用枢纽分析表来分割 导演还蛮方便的 只是说呢 枢纽分析表要怎么样再变成VBA 有没有 你把它自动化 那这个地方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有没有 然后最后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我大概讲一下 你可能未来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想想看 每天你要做枢纽分析表之后 那怎么样再去分割资料 我给各位秀一下 第一个 苏纽分析表 然后他第一个按下插入苏纽分析表 他问你的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帮你学一下 按确定 那他会自动帮我在前面增加一个空白的那个工作表 OK 不过他蛮奇怪的 他都放前面 我们习惯是放后面 不过没关系 反正就放 那再来如果要针对什么业务人员做筛选 比如业期好了 那第一个 我可以把业务人员 业务的名字放在列 有没有 列的这个条件 列标签部分 他就显示哪一个 总共有六个人 那他的业绩一个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按照总价 帮我做加总 所以总价 直接拖拉到值 那你拖拉到值 如果他是数字 他会帮你加总 但如果不是数字 他会帮你算几个 OK 这个是他的那个 他的数据分析表 这个使用的一个规则 OK 如果你这边拖拉过来 他如果是数字 对不对 他就帮我加总 有没有 全部帮你按照哪个 按照每个人的类别 帮你做加总 有没有 有点像是先帮我group起来 group有没有 把所有的小咪 通通group起来 然后呢 再帮我把他的 这个什么的 金额 全部通通通都帮我加总起来 OK 所有公司的业绩 最后也许你可以再加上千分位符号 这样看起来比较 把那个小事点去掉一下 去掉一下 那这样的话可以马上看出 甚至你可以在这边做什么 甚至还可以再做一个排序 资料里面的话 你可以按照这边 你可以一道日或是一道日 谁的业绩高 马上看出 公司里面业绩最好就拆头 那当然不过这个是全部资料 你可以按照哪一年 不同年份 当然趋势分析 每个人的业绩涨或点 那不过这边 当然我主要不是讲出了分析表 我主要是讲说 如果我今天要把 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 一个蛮好的功能 哪有什么功能的 就是要分割资料 后来我发现一个 蛮好用的 这个功能的话 比如你把它点两下 要不要跟这样 应该怎么 数字这里 点两下 他就会帮我把所有的菜头的资料 全部都把它显示出来了 其实实际上就有点 再把它切过来 这边再把它点两下 有没有 这摇摇了 也就是说你在哪里 在这个枢纽分析表 它的加总结果点两下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那个人的所有资料都显示在一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未来你可以先产生一个出纽分析表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把它录制下来 其实它可以变成VPA 如果你不会写也可以用录制具体 OK 刚刚做动作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跑个回圈 回圈的话就 I等于第二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这个游标放在这里之后 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 你录制也会产生 就是叫show detail show detail就是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帮我显示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表 那我们之后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工作表renate一下 有没有 把这个名称点内改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那个效果 所以这个的话 我看一下 我这边好像有一个做好的 比如说我这边把它全部删掉 这个是原来的 那我就先产生一个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这个就OK了 就这个其实是我刚刚录下来的动作 然后修 第二个动作的话就是在怎么样 可以把它做分割 那分割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分割没有命名的话 OK是这样 有没有 这边有工作表二到工作表七 那如果说我要让它重新命名 其实前面有讲过了 把它删掉 先产生枢纽分析表 然后再来就是点这边一下 重新命名 有没有 这边从菜头一直到小张 就自动出现了 也就是其实如果你要分割资料 你可以还可以利用枢纽分析表 可以做出来 大概就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什么 先做出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再利用这边点两下 它有个short detail的方法 跑个回圈 就自动把这些全部做完了 这边删除 OK然后 最后的话甚至你可以把枢纽分析表 里面可以按照业务 按下这个当然一样 就是用call的方法 把这个所有的业务人员全部做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可以按照这个什么产业别 也可以 其实道理差不多了 细节部分 如果你对于那个枢纽分析表 产生结果的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考 我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单元零物 里面的这个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 程式码 瓜虎那个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 我刚刚做的动作 通通都在这里 那当然录制有一些修改重点 你录下来 可能黄色地方 你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修改的 还有要把它删除的 我有特别用那个删除线 因为你录下来 有几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他原来的名称 他是用那种 他的叙述方法是什么 问题5 他一个字串 像这种字串叙述 请记得要把它改成物件式的 有没有 问题 有没有双引号 问题05 有没有 然后 惊叹号 然后底下是范围 你要改成物件式的就是序词 有没有 序词 序词指的是VBA里面 拿一个工作表物件 其实就是 改成问题 刮乎问题 序词这个方法 就是其实他这个方法是 在以色列里面公式的显示方法 然后 如果你固定的话 你写这样 将来可能你在跑程式会有问题 所以通常会改这边 然后 版本的部分的话 如果选这个可能要改 因为 如果你在同一个版本OK 可是我之前刚好试到 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在2016 结果我跑到2010里面跑 发现不能转 为什么 因为他的Version是14 那14的话呢 可能我现在转的版本不是14 那怎么办 就挂掉了 所以干脆怎么样 我后来把这个 这个条件Version拿个版本把它删掉 那就OK了 所以改的地方 我大概会把它mark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把它run一下 其他的话 就是分割工作表的话 其实主要是用这一行 叫show detail等于true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没有 点一下分割的话 实际上就是show detail 那其实就是在哪一个呢 在这个叫b4 所以b4点一下 b5点一下 b6点一下 所以其实你最后可以跑个回圈 show detail等于true 你就把这个4改成5678 有没有 一直到看你要几个 那他基本上呢 就会自动帮你做分 分割完之后再重新命名 其实就OK了 所以其实在这边的话呢 改个方法 跑个回圈for i 等于4到9 然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枢纽先选过去 或者你这边可以改成 点slate 其实或者你另外可以方法 就是你可以 干净写一行的话 你可以这样不要点slate 就直接这样子 这样也可以 这样一行 那点slate 就是先切过去 再做动作 如果你不要切过去 你这样写可以 两个方法都OK 这个可能看看 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 我帮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这样写 就是我印象中 是不是一定要切过去 才能够 这个可能要试一下 这个可能 这个 最后删除工作表 这个跟之前一样 就可以很快帮你 看你要按照哪一种 切分割方式 其实都可以运用什么 枢纽分析表 先帮你做完 不见得只能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 这个什么 按照业务 你可以按照产业别 按照产品等等的一堆 都可以 给他一些条件 所以 以前只要配合枢纽分析表 就可以快速的分割资料 也就可以快速产生报表 因为这部分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每天 都在用枢纽分析表 但是都是手动的 OK 那我们要如何把枢纽分析表的 这个使用加快 恐怕你还是有必要 要跟VBA做结合 但坊间的书籍 几乎很少讨论到这一部分 所以这边我特别补充了一下 因为蛮多同学在问这部分 这个如何透过枢纽分析表 快速的帮我分割资料 并且如何跟VBA做串联 这部分如果有兴趣同学 我也把它补充在这里 虽然没什么 不过 我说你自己要改 恐怕要改 改到真的 要改出结果来 还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我就把我的使用经验 直接就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 这个问题06的部分 我把它大概拆成几个部分 我之前也跟各位讲过说 要从网路上使用一些跟eceo互动 跟eceo交换资料 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趋势 但是这部分其实也不完全是VBA的强项 OK所以如果我说他这部分OK的 那我就大概就把他比较OK的部分 先跟各位说明 如果未来我还蛮建议 如果你对网路抓取资料 有大量的使用需求的话 那还蛮推荐你们可以再学习 那个Python里面的那个网路爬通功能 OK 那这里的话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我有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些重点 有把它整理到那个我们的单元05的那个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 另外有多讲了一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利用枢纽分析表分割资料的VBA程式撰写 这部分的话应该是算还蛮有特色的 因为如果你们Google一下 网路上找找看 不见得找得到资料 OK 而且哪怕找得到 恐怕也run不出来 那我这个东西是确定应该没问题的 OK 而且还蛮简单的 我的逻辑 主要就是因为之前也蛮常用到 就是说需要大量的去产生报表 那我们当然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产生图表 图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再结合枢纽分析图 它也可以自动每一个每一个工作表 里面也帮你把图也产生了 那未来如果说你要自动寄给任何人的话 你刚才还可以结合outlook 你可以自动把资料寄给对方 那这样的话 每天你需要的东西 当然就可以省掉很多力气 OK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所有的事情都给需要的人 OK 那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个单元0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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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